其實東磚本來的主打歌是Christmas Love 是非常巧的事情 我把這個Christmas Love寫出來了完了以後 都做好了以後在準備去婚姻的時候 交給團隊婚姻的時候 因為婚姻我覺得還是很負責 只是基本的婚姻在我時候婚完以後 可能會交給專業團員 讓他們再把這個每一個的Detail 就是細節給我帶在Cover 但是就在那天 我看到了出血 我在國外 我在海外看到了出血 我看到出血的一瞬間 我就爆發了無限的勇敢 於是我真的不誇張 那天我本來想去吃飯了 突然看到出血了以後 我馬上拿著我的電腦 瞧一瞧的那天我又背了電腦包 我直接帶著我的電腦 直接奔公司去了 去公司幹嘛 去做許試 去做許試幹嘛 就把這首歌給他寫下來 一開始就是 把他寫下來完了以後 我覺得這首歌太好聽了 就真的太好聽了 這種歌不做主打了 我的天哪 首先 Christmas Love肯定在我的面前 就已經 黯然失色了 沒辦法 因為這首歌出來了 我覺得太好聽了 但我覺得 我寫的旋律部分還有一些不足 於是乎呢 我就把那個 經常幫我錄音的老師 我把他找回來 我說咱們一喜歡這首歌的旋律 再給他聽完整 結果老師來了以後 哇 這歌太厲害了 這歌一定要發 這歌必須發 那時候很緊 時間 我記得是十一月份 大概是十一月份 很緊 十二月份就要發了 但是很緊 但是我覺得那首歌太好聽了 不管是和弦 因為和弦還跟一般的 我寫的歌的和弦走向還不一樣 太難用了 然後我就用 真的非常好聽 哇 真的是真的很棒 那首歌真的 我太喜歡這首歌了 那時候我 簡直為了這首歌 我瘋狂了 我真的兩個晚上 我就聽了這首歌 我那時候瘋狂地睡不著